收睇哩看你人家有这位面穿洪亭凯 待会儿比较了 等会儿到故乡进餐 今年是参与这个主人动画 在进到5家庭的这个电话 越前行也会感谢这位红亭的立保龙企业 下来领个与所前的电话 来赏和这位庇洛报应 这位企业的文章是做回来进行修夸 庇洛报应也很感谢这位洪亭凯 在进这的电话 要有企业领个爱心 这位有爱心的中餐 受到少年农民洪亭凯所在进的 他是在冰冬科技台海都在进地黑 在比较后就会到高雄 当地在进这追到 而且是主人动画的在进 不少人都有也会有化学背了 在保龙企业当事长的任务中 看到洪亭凯 当地在进追到的情形是真感动 因此也会受到以前的追到来做爱心 今天我们很高兴呢 因为我们立保龙集团呢 就立立立本关系企业 能够全体员工到这边来 我们办这一亩田活动 赞助这个亭凯呢 他很辛苦的这个有机稻米的这个种植 那我们公司呢 就要来这边做个赞助 另外呢还有我们喜乐 我们这边呢非常的照顾 我们这边的弱势的儿童团体啦 那我们企业呢也希望说大家呢 能够一起来帮忙相亲 因为我们的创办人 还有我们董事长呢 就是从这个地方毕业的 就是在地人啦 回归我们的故乡 参加的面穿 可以拿手握 拿来听到好听的音乐啊 很多头一次 手握的面穿 都是感觉很刺眼 哦 这第一次 有 那旧的旁边 有音乐演奏这样割道吗 有趣吗 还蛮有趣的啊 就是看起来画面也蛮漂亮的 你去哪里了 台北人 我为什么会知道这个活动 我们是跟着公司一起来参加的 对啊 公司有办就是活动 就是大家一起来割道这样子 住台北有割过道吗 没有 第一次 有没有看过道子 道子喔 这么近看倒是第一次耶 也是第一次 那感觉怎么样 很有趣 环境生态会一直在破坏 那真正一直在用 农药跟化学肥料的 种植情况之下 土壤也会被 土壤酸化的问题 那农民不断的投入 农药跟肥料之材 那真正扣除掉这些成本 净利 事实上也不会 比我们这样 用有机栽培的方法 利润还要好 所以真正 如果 最主要的目的 真正的要从内心出自内心 对环境友善 然后愿意对这个土地 口露热情 来种植出来的东西 让消费者可以吃得安心 然后他们吃得健康 然后大家可以一起很快乐的 在这个地球上面生存 就像我们的爱心一样 这就是我们的真正的内涵 就是利宝龙集团 利宝龙关系企业 还有喜乐 然后都一直在帮助我们年轻人 利宝龙去年 领着了两万万元的这地方 这部份和完工来做事用以外 这部份也来关乎的那些报应 那这次也因为利宝龙这样的一个一亩田的活动 把爱心带给我们 成就我们一个年轻人的梦想 他种植有机迷 这样的一份坚持做对的事情 这样的一份梦想 利宝龙集团有做这样的一个支持 那相对的也把这个年轻人也把这样的一份爱心 也延续到我们机构 特别今天的活动是所有在割道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 今天会把有机米自重给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喜乐的孩子 收割的现场是从本地的笑声非常远显 大家是必须笑的 提起这点得了 还在做回来用心收割这个地球 这收割起来的地球 全部都要上去那里面的一心 表演是真感谢洪天开的爱心 而且也感谢他感谢 应该是感谢帝宝龙企业的另一个 帮助这小年人 哪里到底都压制的丁屋 就谢谢我们下边看 李林报道